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 香气有人 鱼肉滑嫩 这个冬天吃到了 以大骨 味道挺好的 口感很变好 甲鱼的青棉吃起来特别的口感很软弱 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地香 潮湖自古就有三鲜 潮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 石师傅养殖螃蟹 潮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 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 便用水草喂养螃蟹 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 潮湖螃蟹 适当搭配古物以补充营养 潮湖螃蟹 无土腥气 味道鲜美 品质位居扬城湖 红泽湖之后名列三家 金色渐黑 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 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 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 借助手电灯光 迅速捡起螃蟹 等待螃蟹的 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 河肥 长江三角洲的地位优势 为城市带来发展机遇 六月十节的大闸蟹 被称为六月黄 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 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 蟹肉温润清甜 鲜嫩美味 蟹黄晶莹剔透 呈橘红色色 清清一口满满的鲜鱼香 六月黄虽未长满 但肉质新鲜香甜 成为卢州人的最爱 螃蟹对板切开 沾上面粉封口 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 只需变色便可捞出 洋葱一种配料快速过油 香味布满空气 爆炒调料加入螃蟹 不停翻炒 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 一盘应季红烧螃蟹 浓醇咸香 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 热油清柱锁住鲜味 配以年糕黄瓜煸炒 最后加入葱段煸香 逼出香气 一盆虾冰蟹酱将完美呈现 安丰堂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古名雀碑 五十后被誉为天下第一堂 在寿县的小巷中 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 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 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 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 姚军生枝 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 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 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 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它将每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 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 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 清理好了 现在把这个油切掉 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 捞出再次清水冲洗 它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 以及励质的汤底配方 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 烧制的过程中 甲鱼肉质逐渐入味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 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 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 香气诱人 鱼肉滑嫩 时刻加起一块 汁液在舌尖回荡 令人回味无穷 这道红烧甲鱼 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甲鱼 这个甲鱼吃很暖和的 这个冬天吃到了 一大股 味道挺好的 口感很别好 甲鱼的群面吃起来 特别的口感很暖和 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地香